好 再把视线转向香港 新一届的香港小姐呢 上周日的晚上诞生了 经过机制问答 服装展示多个回合的角逐 22岁的陈凯琳 以超过亚军6万多票的优势 摘得了冠军 并且获得了最上静小姐的殊荣 开场十位嘉丽身着低胸白裙 亮相布置成天鹅虎般的舞台 在简单介绍自己后 舞台变幻 复古的蒸汽火车 载着重嘉丽缓缓驶入场内 机制问答环节就此展开 由于此次港姐决赛并非直播 少了些许紧张气氛的烘托 选手和主持人的互动略显寡淡 好在接下来进行的肢体 律动项目和礼服秀环节 一个动感十足 一个清新典雅 未陷入平淡的赛事 再次拉回人气 而最受关注的当属泳装展示 实名嘉丽 清亮登场 在展示交好身材的同时 嘉丽们还要回答曾志伟 郑玉玲 陈柏祥和李克勤 四位新级选民的刁钻提问 选手间 争艳 斗志 啥是好看 今年的港姐选举 在赛制上有所创新 最后的结果由大会评审 和观众投票 两部分组成 从第十名开始 密续宣布着第一名 最终17号嘉丽 陈凯林摘得2013年 香港小姐的桂冠 22岁的陈凯林 刚大学毕业 身高1米62的她 体重不到40公斤 纤细身材 加上甜美笑容 还让她斩获最上进小姐的头衔 成为当晚的最大赢家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